击打双西八甲移民区扣流营发生罗兴亚难民逃跑事件后 坊间出现了指责政府对待难民不公的声音 不过内政部长纳杜斯里韩扎在努定强调 我国一直善待这些难民 即便我国没有签署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又或者是1967年的议定书 但是基于人道主义 我国一直提供这些难民相当好的待遇 包括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韩扎在努定昨天晚上出席土团党拉绿国会选区的开摘宴会后指出 截至目前没有其他国家愿意接收这些罗兴亚难民 但是我国政府还是接受了他们 韩扎也促请民众不需要惊慌 因为这些难民并不是恐怖分子 如果看到他们也不要视为罪犯 应该尽快通知警方 让执法单位将他们送回寇流营 是否您要请任务购备 您要求是否制住 感谢观看